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小瑶和小海呀 我是小瑶 我是小海 上一期呢 有球友私信我们 问我们能不能说说 到底为什么打球的时候 杀球经常下网是什么原因 今天呢就给大家总结几点 今天由海哥主讲 杀球下网的原因分为几点 第一点就是你接球点偏后 接球点偏后的原因 也是因为你脚没有到位所导致的 第二点接下来偏前 偏前了之后 你没有角度去进攻杀球 所以你用力之后 反而球会直接往下坠 就是会迅速往下 还没过往就往下了 第三在你杀球的时候 要求过高 接触点都是正常的 但是你要求过高了之后 球也会下网 但是这几点都归根于 你脚步前提是要到位 脚步一定要到位 不管是杀球还是吊球 你的脚步不到位 那肯定是杀不了 就算能杀 杀过去的质量也不高 等一下我给大家做一下 错误的示范 然后也会给大家做一下 正确的示范 大家看一看 第一个就是接球点偏后 这也是脚步不到位导致的 这种球 这种球 这种球杀过去的话 也很容易 因为你肩有点偏厚了之后 有时候肩有点拿不准 然后你杀过去的球质量就不高 要不就下网 要不就接外 也有可能杀得过去 但是球不会往下压得很快 第二点 接球点偏前 再斗球 开始斗球 用同样的动作 一旦你接有点偏前的话 球会迅速往下坠 这样的话 你就失去了你杀球意义了 直接砸到自己的地板上面 球网都不会碰 第三点 打比赛的时候 很想压死对方 手望压得很 往下压得很多 也会导致你的下往 这种球 所以解决这三点的话 大家主要记住一个点就行 要求不要太高 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 比赛上去手还没有热 要求稍微低一点 先把球 先杀过去 也不用很大力 因为双打的话 你只要保证球的下压程度 对方就拿你没办法 大家看一下 把手把手扯出去 把手扯出去 点放好 手直接往下压 不要去加手腕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你比赛中 杀球的失误就会减少 一旦你手热了 身体热了之后 你再去要求质量 或者是力度 都可以的 因为你自己白白的失误 都是给别人送分 这几点 希望大家能记住 在比赛的时候 应该会减少你的杀球失误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有用 大家回去的话 练球的时候 注意这三点 应该你的杀球失误就会减少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点赞 下期见 拜拜